第1027集 赵灵霄走到夜晨身前 面色颇为尴尬 嘴巴张了张却不知如何开口 犹豫了片刻后终于说道 夜晨 是我狗眼看人低 我赵灵霄认了 对不起 是我错了 这无比骄傲 面对生死之时依然面不改色的天才 此刻竟是满面通红 神情扭捏 不过 我虽然错了 但我还没有输 赵灵霄继续大声道 你的资质非常好 比我好 但是师尊已经说了 能够冲到900米的 都是顶级天赋 我的天赋虽然不如你 但是我的潜力同样巨大 我未必会成长得比你差 夜晨 我想在突破之后 挑战你一次 虽然你拒绝我很正常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接受 赵灵霄目光灼灼的看向夜晨 眼中全是战意 夜晨看着仿佛变了个人一般的赵灵霄 微笑道 可以 赵灵霄仿佛松了一口气一般 看向夜晨的目光 也带上了一分友善 赵灵霄说完 再次站到欧阳爵身后 夜晨对着欧阳爵施礼道 多谢前辈的炼血丹 否则我可能无法达到现在的成绩 欧阳爵摆摆手 那不过是灵霄施礼才给你的东西 既然你不计较了又有什么好谢的 夜晨文言一笑 对欧阳爵的为人还是颇有好感的 灵霄派是正统的道门流派 最文明的就是其道义 所谓道义与夜晨领悟的道义意境类似 不过更为精深博大 是对道的意境体悟 所以灵霄派收徒 除了资质 也比寻常门派更看重弟子的悟性和心性 甚至一些悟性心性极高 资质稍差的弟子也愿意收入门内 灵霄派的弟子有个特点 相比寻常舞者 他们突破造化镜更加轻松 突破后的实力也更加强横 正是因为他们在道义上的修行 使他们对大道法则有更深的体悟 以夜晨的悟性 若想迅速提升战力加入灵霄派 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最后夜晨看向了血神宗的薛黄 血道功法 夜晨同样也颇为感兴趣 而且由于自己炼化精血 又经过七彩定神光洗炼 自己的鲜血远比普通人强大 如果能结合血道修行 说不定能走出一条不同的路 不过 看着被薛黄按住的少女 正双眼如猎物一般的盯着自己 夜晨打了个寒颤 这血神宗太过古怪 薛黄见夜晨看向自己的目光 颇为怪异不禁干笑两声 掩饰道 不好意思 无忧他 有些救急犯了 众人闻言都是满头黑线 这薛黄活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说谎还说得这么烂 总体而言 这四个宗门各有优势 换成一般人都无法拒绝 甚至马上会答应 哪有现在夜晨这般样子 数秒之后夜晨开口道 周围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我不会加入任何宗门 此话一出 整个世界仿佛安静下来 薛黄嘴巴微张 瞳孔放大 欧阳觉更是身躯在颤抖 子宁美眸也是闪过一丝惊讶 周围的所有人都镇住了 万年以来 无数人参加生仙大比 不就是为了被大宗门和势力青睐吗 从来没有一个人会拒绝 从来没有 并且一个来自低伍世界的人 没有背景 怎么在灵武大陆活下去 没有靠山 哪怕再妖孽的人 也会迅速陨落呀 然而 夜晨此刻的回答 却是惊爆了在场所有人的眼球 疯子 彻彻底底的疯子 如此机缘都不把握 在众人震惊之时 夜晨的神念 早就进入轮回墓地 逍遥神君 你怎么看待这些势力 我来登天城 可不是为了加入什么宗门 我只想要轮回玄碑 夜晨问道 说实话 作为一个男人和修炼者 我倒是希望你加入玄悦宗 逍遥神君毫不犹豫地说道 这紫宁可是传说中的天香薄体 逍遥神君 您能不能正经点 夜晨苦笑道 谁跟你不正经了 逍遥神君冷哼道 这灵武大陆只有为数不多 能提升潜力 又毫无副作用的宝物 这天香薄体就是其中之一啊 什么 夜晨闻言悚然 难道 你要我吃了他 他虽然杀伐果断 可也没有吃人的爱好啊 你白吃啊 逍遥神君笑骂道 不过要说吃也算是吃 不过不是用嘴吃就是了 笑声渐渐猥琐 夜晨已经明白逍遥神君的意思了 逍遥神君继续道 据我观察 这紫宁看似放荡 其实还是处子之身 保有童真的天香薄体的拥有者 在有些地方有个别称 人丹 这紫宁的修为 只要再进一步 人丹的火候就算足了 能够采摘 通过一种特殊之法 与之双修 便可以让你再次提升一次潜力 效果甚至比七彩定神光更好 还有这种事 夜晨闻言也是震撼不已 修行一道 自己知道的果然还是太少 可是即便如此 我也不会加入玄岳宗 这种修炼我不感兴趣 夜晨心道 逍遥神君恢复了一丝严肃道 我之所以让你加入玄岳宗 除了这个紫宁 还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什么秘密 夜晨来了兴趣 逍遥神君凝重道 你不是人 什么 你根本不是人 为什么骂我 我没有骂你 逍遥神君悠悠道 至少你不是普通人 你过生仙大道时 我就有所察觉 你的来历肯定不简单 连我都看不透你的底细 所以加入这玄岳宗 可能有助于你了解自己的真实来历呀 你真以为轮回墓地 平白无故选择了你吗 雪龙和小黄也是这么机缘巧合的选择了你 你的来历绝不简单 至少不是我能揣测的 唯一奇怪的是 你拥有轮回血脉 为何会诞生在华夏江城这个小地方 我的真实来历 夜晨沉吟片刻陷入了沉思 逍遥神君继续道 还有 我怀疑轮回悬碑就和紫宁有关 毕竟一切指引都在这登天城 而登天城势力如此众多 唯有玄岳宗常年住在此地 甚至我还发现了一些了不得的东西 你将那钥匙随意一甩 指着的方向都是紫宁 夜晨微微一正 连忙将那钥匙上炮 一次 两次 三次 果然指的方向都是紫宁 难道轮回悬碑在紫宁的身上 这一刻夜晨眼眸炽热 甚至回归到现实之中 而外面 众人也缓过神来 小道友 你真的要拒绝我们所有人吗 这样下去 你可会惹众怒啊 毕竟参加生仙大比 必须要选择一个宗门才能离开 这也算是登天城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加入我的宗门 我可以给你一切想要的 无极子争取道 紫宁也是眨着眼睛 喊情默默道 那些臭男人的宗门有什么好趣的 不如来姐姐这里 你想要什么 姐姐都能满足你哦 无极子见状恼怒不已 刚想怒斥紫宁 夜晨却是开口了 既然一定要选一个宗门 我也不能坏了规矩 抱歉 无极子前辈 晚辈一番考虑后 还是决定加入 玄阅宗 众人文言都是一愣 下意识地朝紫宁看去 只见紫宁绝美俏脸上 满是惊喜之色 都下意识地想到 难道夜晨这小子 真的被紫宁的肉体隐忧了吗 无极子神色一暗 看来这所谓的天才 也要陨落了 贪图美色的天才 最终还是会毁在 女人的肚皮上 不过他还是微笑道 好 既然夜晓道友已经有了决断 我也不再多言 紫宁则直接跑了过来 娇笑道 小弟弟 你真有眼光呀 既然你选择了加入玄阅宗 姐姐一定不会让你后悔的 我的师父是玄阅宗的太上长老 同样对你很有兴趣 你入门以后 我会将你引荐给他的 如果不出意外 我就是你的师姐了 你可要乖乖听师姐的话哦 同时 紫宁心中不禁闪过一个念头 师弟 又是师弟 难道这便是缘分 夜晨深吸一口气 勉强挣脱了紫宁的搂抱 紫宁还无法控制自己的天香宝体 再被他这么抱下去 夜晨都没有信心能保持冷静了 他并不对紫宁感兴趣 他只对轮回玄碑有益 眼下 他必须想办法从紫宁身上 获取轮回玄碑的事情 紫宁玩味地看着夜晨道 好啦 不逗你了 既然你成为我的师弟了 师姐也送你一件小写的见面礼吧 呢 接着 紫宁说完 以斗手 一道光滑落入夜晨手中 光滑脸近 显出一把古朴的漆黑长刀 刀身上有一道闪烁着红光的血线 一出现便散发出古老苍茫霸道 灵力的绝强气息 极其恐怖 甚至远超河道仙气 这都可以当作少弱一点的势力的振派 传家之宝了 这把刀恐怕价值在数百乃至上千万极品鲜石 不对 是无价之宝 这个 夜晨犹豫道 我不能要 欧阳爵笑道 此物虽然宝贵 但是和你的潜力相比 你不必太在意 紫宝也点头道 嗯 我不习惯用刀 送你正好 夜晨文言苦笑着将长刀收起 这些一流势力的强者 身家实在难以想象 你不应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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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应该要